昨天是大寒,天气非常好,今天还行,不错,有一点点微风,非常不错 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从我的角度来讲非常不可思议的话题 也许有些网友一定猜想我是一定疯了,我没有,我健康得很,正常得很 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是说老天爷已经是第三次与我打招呼了 怎么样说呢,我长话短说吧,这个是我的标题 老天爷以第三次与我打招呼 长话短说吧,我们老朋友,老同学见面通常会教他的单字 男的叫阿强,阿华,阿国,女的叫阿英,阿美,阿珍,这样子的 老天爷也是这样子,用这个方法跟我打招呼 为什么我有这样子说法呢,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大家就可以理解了 那这个是我的名字,我叫周伟端 OK,周伟端,但是呢,我在那个,我也搞书法,阿 国话的,我通常用周伟端这个名字来发表,阿,所以呢,老天爷跟我打招呼 用我们常人的方法呢,他会叫我端,或者会大,阿,这样子好了,大家理解以后呢,就好说,好话好说了,那我就这样子与大家分享吧 我先从时间轴来说一说,这个这样就清楚了,阿,去年我拍了很多天象奇观,阿,找一段时间呢,主要是各种动物,阿,好像这个神龙,神龙萱,阿,五爪,这个是我的打油师 那,这个是,阿,五月二十五,阿,五月二十五,到五月二十六呢,我就拍到那个蜘蛛,那个太阳,阳光,大家也知道是直线的,为什么是换去的呢,阿,就很有趣 到六月四三号呢,结果呢,又拍到那个鳄鱼大哥来访 我用电脑软件处理一下,突出那个颜色,那这个是鳄鱼大哥 到六月四十八号呢,就是我们的端午节 这个是我家的早上的东方的地方 就拍到那个爬龙舟,啊,除了火星人没有看过爬龙舟 我们地球人一看就知道是爬龙舟,那个龙头,那个龙舟 还有呢,一点点呢,那个就是那个人用力在向前滑,好了 我拍了很多那些动物之后呢,我就猜想 要是有一些中文字,那就更加妙不可言了 所以呢,结果真的老天爷也给我,那七月二号呢,我就拍到那个狗狗看那个上字 那,七月二号,到七月二十六呢,我又拍到那个牧,牧羊,放牧那个牧 这个是古字,本来的字呢,是这个土字旁这个母 就是周母王,罚周王在牧野那个牧,那个是经文 现在人不知道谁改了这个方,改成为牧羊人那个牧 本来那个原字是这个土字旁这个母的 我已经上传了YouTube等会,我与大家分享 好了,到八月二十五呢,老天爷就跟我打招呼了 我刚才说了,我的名字叫端,或者周伟端,或者周法大 老天爷呢,就不直接教我端 而用另外一个婉转的方法 这个德字,大家看得见吧 我就把它放大 还有啊,要提一点就是说老天爷的事情呢 神明的是,我们不能用放大镜,只能用物 所以我呢,就把那个字呢,用笔写出来,让大家可以理解 好了,为什么我会说老天爷跟我打招呼呢 大家可以看见那个是字典那个德字的解析 德,德音,端 要是没有搞文字学的朋友呢 恐怕就不好理解了 德字跟端字有啥关系呢 哦,原来德字那个生母呢,就是端 哈,所以呢,老天爷不直接教我端 而通过德字的生母跟我打招呼 好了,我悟痛以后呢 我就想,哎,老天爷,这样子 呃,因为怎么样说呢 呃,在,呃 在考古街呢,有一个说法叫孤正不利 因为可能是偶然的关系 呃,不能有用来做证据 所以呢,我就,虽然我自己我悟到呢 那老天爷用那个德字跟我打招呼 不直接叫我端 好了,我悟痛以后呢,我就想 猜想,要是老天爷,呃,再给我呃,一个证据 我就不用怕那个乌正不利了吧 好了,到2019年,呃,元旦的时候 早上呢,我就拍到这个神龙突厌 在风神演义第25,呃,第52回末端就有提到那个神龙突厌 那这个我用电脑的软件处理一下 那大家可以看见那个神龙突厌 哈,非常非常有趣 好了 我就一直在安讨 呃,希望老天爷 真的 呃,呃,给我一个 呃,不用担心 孤正不利 这个,呃,毛病 结果呢 就在元旦下午10点的时候 我就拍到这个 太阳下山 这个我家的西边 那拍到那个大字 那大家可以看得见 这个大字不用不用去多说 大家也可以接受是大字了吧 那我再放大一下 这个大字 所以呢,就是我的名字 那 周法大有一个大字 周围端有一个端字 所以老天爷呢,就通过这两个方法呢 跟我打招呼 哇,我就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讲 非常非常高兴 那那我在发表那个文章啊 我也是用那个周法大的 那 也是用周法大的 那我后来我参加 呃,十年前我参加那个 呃,清华大学一个 呃,创源班 兴趣班吧 呃,为期一年 呃,结业的时候刚好是 呃,呃,呃,第十次世界 让这些北京国际预本会 所以我就跟我的同学一起去参加这个展展展展展 啊 那 Potter 啊,所以我又,呃,你看我的",呃, 你看我的征竖 我都是要,呃,渚 周围端,啊,渚富大 主要是名,安征就算 е allーaya 周朴大,啊 啊,这个是渚富大,啊 这个是渚富大 这个是就老围端 啊 啊,这个是红富大 他说要用身份证的名字 所以我就用我的身份证 这个孔子艺术奖 我也放了多几条YouTube 因为我上传了200多条 不同题材的 所以我就这里也放了几个 让大家欣赏一下吧 好了 我刚才说了 我已经得到老天爷 跟我打招呼 通过端跟大 跟我打招呼 基本上已经不用担心 那个孤正不利 但是还是有一点不足 我就猜想 要是老天爷再多给我一个 有利的学识证据 最好是用我的信 这样子就 学识证据就有利的多了 结果呢 在大汗那天 昨天就是大汗 老天爷 真的天从人愿 这个就是周字 我放大以后 大家可以看得见 这个是周字 也许有些网友 还是没有悟通 我就把它处理一下 特别是那个口呢 中间有一点呢 就是证明那个是有一个空间的 这个是周字 这个是德字 这样子大家就可以理解了 好了 好了 我就 刚才已经说了 已经有那个 先有一个德字 后来又有一个大字 在昨天大汗 又有一个周字 那个 从我的角度来讲 已经非常满意了 学术证据 已经充足了 至于其他的朋友呢 不接受 我也拿他没办法 对不起了 所以呢 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再重复一遍吧 最初我是 2018年的时候呢 我就拍了很多天象奇观 主要是动物啊什么 后来我就猜想 要是有中文字就好了 结果真的有中文字 后来呢 老天爷主动的跟我打招呼 打招呼 所以我就开始联想 诶 这样子要是有 打招呼 要是有多一点证据 那就最好不过了 那这个呢 那是我的学术论文 也是用周法的 那我就在这里整理一下 把那个时间轴 这是天发生的事情 大家要是有冷静的话呢 消化一下那个时间 跟所有发生的事情 也许会接受 真的是老天爷 跟我打招呼 谢谢大家欣赏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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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